很多人把这种草鱼调回去啊 它只非烧着吃 今天偷偷的告诉你们一个扶然的指法 鲜辣又开胃 而且还好吃咖喃的 这个草鱼煮出来 你要想它不胖心啊 我们得用钳子趁草鱼不注意的时候 把它的牙齿拔掉 你看这里很多切骨血 我们给它清洗干净了 你怎么煮它都不胖心啊 我们再取下鱼头 然后对半破开 像我这样改刀成块就可以了 配料它也是相当的简单 只需要切一点青辣椒米子和红辣椒米子 锅月我们往锅里倒入菜籽油 再撒上一点盐 鲤鱼给它一块一块的下锅 下锅之后千万不要大幅度的翻动 动锅不动鱼给它受热均匀 今天大家要是有没用完的小红星 也帮我点一个吧 非常感谢 煎好一面我们翻过来 把另外一面也煎香 再倒入一点姜末 由着锅边来一圈白凑 加入一杯20度的开水 扣盖大火给它煮个五分钟 现在的汤是又浓又薄 我们调味再加一点盐 一点鸡精 一点胡椒粉 继续煮个三分钟 最后放点青红辣椒米子 再来点紫色葱发 这鲜那味瞬间就出来了 翻拌几下 出锅 这样煮出的草鱼 颜色好吃 汤汤又好闻 赶紧让你老婆给你买一根钓鱼干 然后钓一条草鱼 煮一锅这样的鱼吃吃吧 请不吝点赞再见